今日,随着美国印度和日本将军事演习活动,定在了我国南海海域附近之后,关于我国南海问题就一直被拦出来讨论。 很多军迷们表示,对这三个不怀好意的国家,在我国领域附近就不舒服,确实,星星也不相信他们就是简单的跑来军事演习的。 今日,美国某个将军不断的说宣传这个历史,他多次声称美国的二战期间,就已经掌握了丰富的摧毁小岛的经验了,这话一出更是被美国一些看热闹不闲事大的媒体经过多重传播和理解。 最后变成了,将军唱美国对中国的南海海战这件事是胸有成足的,这种声音也是在美国受到了一众将军的承认和支持,好像是他们已经决意好的事情了。 对此,我国很多翻墙去外网看新闻的军迷们都十分气愤,是什么胆量允许他们这么说的? 美国所提到的这个小岛,其实就是我们在南沙岛礁上的建设,是想三个国家在我国领土附近。 如果我国还不做什么准备那也是傻了吧,所以我国就在这些岛礁上进行为一些部署,包括一些防御性武器和防空反舰导弹。 但是就是这样还是被美国的媒体解读了,是我国已经做好准备要和美国开战。 这些媒体还真的是为了生计,丝毫没有世界和平多重要的观念了。 一旦媒体渲染到一定程度,到时候政治和媒体就不是分离开来的了。 但是一旦真的美国和中国发生了战争,最后又将是大量的士兵和无辜百姓惨死。 所以说美国一些媒体,也真的可以被称为是在吃人血馒头了。 目前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其实是不停地加剧的,这样的局面很不乐观。 因为美国不断地增加军事力量在南海附近,这种功能叫肖下,我国也必须要提高此前在南海部署下的武器级别。 这又会引起美国再次加大部署。 两国一次次再加大砝码,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美国将军的这次挑衅更是被媒体过分放大,但是我国倒也没被激起多大的反应。 其实这件事中相比美国不断地增加砝码,我国表现得还是比较淡定的。 我国专家表示,两个湖大国一旦开战,那将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此,我国专家胆定回复了这四次,静观其变。 如果我们也和美国一样极高,很可能战争就一触即发,到时候也必将是人类社会的灾难。 对于这点,美国其实也是清楚得很,所以他们也根本就承担不起这个结果的。 听完这话国人也是表示心安。